MX基尼退团的消息虽然已经过去5天 但对于很多粉丝来说仍然很心痛 13日 MX6人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202AAA颁奖典礼 并获得了New Web奖 在海源发表获奖感言时 虽然没有提到亲程云基尼 但说到粉丝时 海源还是低下了头 能感受到她的失落 其实对于其他成员也是一样的心情 大家脸上都没有了笑容 在观众席 镜头共切到暖心一幕 粉丝举牌写着 MX永远是7个人 让所有人瞬间破防 所以希望成员们 能带着基尼未完成的梦想 一起走下去吧 还记得之前 TWICE猫猫和纳莲在直播中谈到基尼 猫猫当时表示 在她还是练习生的时候 跟基尼一起练习过 而现在基尼的成长 也让他们吓一跳 可见练习时长只能很久 今年的练习生涯 放弃学业 离开家乡 经历了世界团TWICE一级 许多粉丝纷纷替她抱不平 希望公司能给一个解释 而不是依据个人因素 就简单带过 爱都含是 我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订阅和订阅哦